還有一個柯文哲 柯文哲最簡單一件事情 不是 我不是在講後面 到底那個置辦 置辦重畫要畫多大 二零一五年 柯文哲當台北市市長的時候 就要做第一次的申報 因為是二零一四年的十二月二十五號就職 對 那個時候就已經把這塊農地申報在上面 你不能告訴我你現在才知道 陳佩琪你不能說你以前沒看過這塊地 這塊地一直都存在 有沒有逃到稅 有沒有其他的我都不論 那塊地你們本來就知道 好 為什麼你的幕僚 當冠廷他們這兩天在講那塊地的時候 變停車場的時候 柯文哲跟他的幕僚怎麼會是這個反應 柯文哲說他不知道我這塊地 就是說你要選 我要講說危機管理的時候 你是要選中華民國總統 人家都已經把題目兩天前已經爆料了 你看昨天柯文哲 我覺得昨天柯文哲很怪就是說 他對這一題完全 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是危機管理能力 我們看到了柯文哲這個 另外再看到 柯文哲在打說有十萬個印度移工要進來 那勞動部次候選人傳假訊息 重申絕對沒有引進十萬名印度移工 所以從這裡來講 柯文哲的他昨天的論述 單單這兩點也被網友拿來當作一個笑話 你的凱旋院也就是大權管 要怎麼來看 我覺得我昨天聽到印度移工這件事的時候 我嚇一跳 我怎麼從來都沒有聽說過有這種事情 而且印度現在經濟發展需要移工嗎 移工到臺灣來嗎 他們現在自己都在缺工 對啊 我覺得這個到底是對於這個國際局勢 不了解 還是這個對於假消息故意在傳播 我覺得這個事情很奇怪 然後這個昨天三個人 這樣的一個面對這個房子的事情 當然是賴副處理的比較明快 而且今天有瑞芳的里長出來講了 當年民國七十七年廢除礦區的時候 九份瑞芳還有金瓜石 那些地方就透過一些自製的程序 把這個礦工的住宅 通通就地合法了 這所以這為什麼然後剩下就萬里 跟一些這個所謂 還有三峽那邊蠻多的 對 那這個就是地方政府的怠惰 可是當時在新北市在處理這塊地的時候 都一直講說是你們是什麼國土 國土的這個這個處理不好 什麼沒有變更怎樣怎樣 事實上那時候九份的變更 根本不需要中央 你地方就根據自治法 就體恤他們這些礦需廢掉之後 生活的困難就就地合法 讓這些人繼續住在那個房子裡面了啊 那你為什麼現在要搞這一拖 所以這個是被動變成違法建築 你知道嗎 所以這很奇怪 被動變成違法建築 對啊 被動的 所以所以你這個新北市的這個 你本來是臺北線 改這個九份跟金瓜石那時候 還是臺北線 那你就是陸續變成新北市之後 你沒有處理陸續的礦區的這個礦工的生活 跟居住的正義嘛 你才會弄到這樣一片這樣子 而且那地區現在去造出豪宅 你們是沒有見識嗎 什麼叫豪宅啊 豪宅會建在那個要去吃那個 山雞場的地方嗎 你每次都吃那個山雞的時候 你要開一半的 開一半的山路才找得到的地方 你會把豪宅建在那裡嗎 陽明山的豪宅是建在靠養的 大陸的後面 那個是交通還算蠻方便的 那你這個是要去那個 吃那個山雞場的那個 二十九點五坪的豪宅 那你要去 然後你在那裡 你交通方便嗎 你這樣可以出路嗎 你有人那地方在蓋豪宅的嗎 然後這個一進兩進三進 下面就是溪流了 你就掉下去了 你這叫豪宅 我覺得這個東西也太誇張了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們其他兩位都是主動 我覺得柯文則是主動違法 你明明兩千零八年買的時候 這個兩千零七年那個地主就已經有畫停車格了 然後上面是有農木用地畫停車格 你不曉得那個是違法嗎 那你還去買 你兩千零八年還去買 你就不是蓄意在養地嗎 是啊 不是不是在幹嘛嗎 那你這個九鼎建設你還變 他就二零一零年進駐的啊 那你還說他什麼老早就在那裡啊 所以是柯文則買了以後九鼎建設才進駐的 才進去的 那不是老早就在那裡的好不好 九鼎建設是出名的新竹市化從地的公司 金周刊還特別幫他介紹一番 說他怎麼樣適地重劃致富 這個東西這個公司就明明白了 然後你現在買土地是爸爸介紹的 然後繳稅是陳佩琪的事情 然後你自己都不知道 他好無辜喔 他好無辜喔 那我覺得 對 然後我覺得侯友宜這樣子 問題就出在你侯友宜身上 你說你那些都合法 但是觀感很差 你要選總統的人 你自己做包租公 老婆是包租婆嗎 這樣能聽嗎 所以換句話講 大家發現原來有這麼多包租公 跟包租婆 不過在這裡要讓大家講 昨天的證件發表會 他們的工坊蠻有意思的 大家看二零二四大選首場證件會 耐清德強攻侯柯接受一個中國原則 結果柯文則說 他願意與五個互相與中國來相處 那侯友宜怎麼講 耐清德是否願意在此公開放棄你的台獨主張 耐清德說 選總統 選總統你就是跟中國不一樣 所以你也台獨啊 這蠻有意思的 這一個道打過去 那這怎麼一回事 來 我們來看個相關報告 總統大選首場證件會藍綠雙方 因為兩岸議題緊咬 蠻清德尤其炮轟侯友宜接受九二共識 侯市長 你口口聲聲說要守護中華民國 卻又接受九二共識 你難道不知道中國和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去年中共二十大會上再次強調 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原則 你都已經接受了九二共識 兩千三百五十萬的國人 哪裡有權利來決定台灣的前途 而用好主由我們的實力 先提升對話才來交流 我說得這麼清楚 你們都幫我模仿 中華民國憲是兩岸政治上的護國神山 這是絕對勇萬愛過條的 侯友宜搬出中華民國憲法 成是兩岸的護國神山 不過賴清德立刻吐槽根本是神話 時隔一天侯友宜還是氣不過 特別發布反抹紅影片 不能因為我主張兩岸要和平要交流 就把我抹紅成賣台 侯友宜也創掉自己反台獨 反一國兩制 疲累以抹紅是污蔑 我選舉不交叉 抹紅我是跟中共是同路人 我跟他說這對我來說是很大很大的夢中 兩千三百五十萬條寶貴的生命 真的可以寄託在中國的善意嗎 但不一樣的是你們走向統一的假和平 我則是維持現狀的真和平 在中國的眼中我們三人站在這裡參選總統 通通通都是台獨 你們接不接受 如果你們接受這就是台獨 難不成你們是在選特首 不過賴清德政見會上立場清楚 中國省爭取霸權不是通盤接受對岸主張 就能阻止 也呼籲在野陣營別傻傻跟著中國定義台獨 董哥你看賴清德說在中國人的眼中 我們三個人站在這裡參選總統 通通叫做台獨 通通是台獨 你們接不接受 如果你們接受這就是台獨 難不成你們是在選特首嗎 所以我們要選中華民國的總統 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本來我們就是主權獨立 所以你才能選總統 是啊 他的論述就是這樣子 最更簡單講賴清德昨天在講的意思就是 這是一個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 他沒說那麼白 那回過來就是 因為剛好今天扯到九二共識 因為因為國臺辦演講了 那個找出新代裡面有關十二個項目 要取消那個優惠關稅 那他強調說要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之下 可以繼續磋商 就是在逼逼逼逼我們 那九二共識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 也不是一國兩制 他其實就是一中原則 九二共識裡面的一中才是關鍵